你是想当李浩阳的助理是吗 今天休职的方向 那好 今天李浩阳没有给你留灯 我给你留灯了 当我的助理 跟我心目完全不一样是不会选的 总处这个东西是要互相匹配的 要不然大家在一起会很痛苦 你说一下怎么跟我匹配呢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我 但是我特别喜欢您和您做的事情 您做的这个事情是在改变世界 就是我没有赶上阿里巴巴 但是我想赶上您 因为我有看过您在那个 沃尔的AIS Summit上的演讲 假如说你入职了李浩阳的公司 成为他的助理 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李浩阳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人 我不会改变他 我会改变自己 就是你 把改变自己再次跟他匹配 对 这什么逻辑 我服了 你这人狠话不多 我信了 我说一下 其实宇通说实话 我其实挺喜欢你性格的 但我觉得现在我发现你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你一直想选择一件事情 就是你跟谁工作 你在挑剔 问你整个人生都不会太着急了 我觉得你想做总助身影响走接近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投机心理多少有 其实很多事情 不管是放弃学业也好 选择红酒生意也好 基础的事都没有做好 又应聘一个那么高级的岗位 做利浩阳的助理 所以今天的整个职场 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准备好 我想问你啊 将来但凡是有一件事情 不是你妈妈给你买单了 完全要你自己来买单 也许从那个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理解 今天你眼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我倒希望今天 大家能够给她一份工作 尤其是利浩阳 不一定是总助啊 要让她栽一个跟头 你敢从现在发誓 不让母亲给你买任何单 自己独自承受吗 这正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那你发誓吧 来 发誓 我终于同发誓 以后不再让母亲 替我买任何的单 自己的事情自己扛 好 第一轮要选择了 总助你是别考虑了 今天不会有人给你总助 是吧 技术港力接受吗 那可以接受 接受 你底薪不低于多少 5K吧 第一轮选择 学后来 还有九盏灯 天生的勇 我就可以进行发挥 说一段小演讲 两分钟 大家都能听出来 我是一个东北人 那提到东北人呢 第一个反应就是 东北话嘛 那两句名言 你瞅啥 瞅你咋地 对吧 但是库尔特老师 应该知道 真正东北人 不会把这两句话 挂在嘴上 而是 哎呀 和这个 这要是葛东北 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 东北文化的一个魅力 就是包括企业文化 也是一样 企业文化 我自己感觉 就不是说 写在墙上的 然后天天 像这个 一些小中介 天天在门口喊口号 喊出来的一个东西 而是说 我从内心里 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一个真正 优秀的一个企业文化 是让所有员工 都喜欢这个东西 从内心里 就去接受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 他这段演讲的话 包括他的这个 寄信的演讲 反而是给自己 去提高了一个分 库尔特说的 特别不专业 这个胡言乱语 我们从第一环节到现在 你看到他都是没准备 他的整个人生 充满了四个字 叫做没做准备 他没有做准备 但是他在此时此刻 他能够去表现出 这样的水平来 好 我认可鼓励一下吗 我认可你的话 但是如果他做了准备 会更好 认可吧 我同意 但是的话 我们要看到一个人的能力 他和看到这个人 他有一些提升 请不要直接拿着最高的标准 去要求每一个人 你说的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能力和态度的问题 那么能力 我相信他可能天生俱备 那我是不是态度上能够提高 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完美的人吗 但是今天你觉得 我好像这个环节叫天生 我用才 我觉得这个 我同意库尔特意见 我觉得是加分的 因为如果 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准备 他即兴 能够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转环 但是怎么可能是加分的呢 这个事情是减分到极点了 如果我替你说三句 我会即兴怎么说的话 你要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不是我是东北人 什么东北味 特别让失望 你刚才看见 说你在看见 李浩阳在哪个论坛上的发言 就是 World AI Submit 那个是一个全球最顶级的 一个AI的一个 你平时看这些东西是吗 没有看我 就是因为 要上这个节目 然后 李总在这 你能重复他部分的内容 可以 因为大家都 有各种不同的 学习的技术 我们批评了一个机会 像一个超级师 给人们不同的选择 所以 通过AI 我可以获得 稍等一下 内容跟你说的差不多吗 真的 他还是 如果他今天的这番才艺展示 是这段话会怎么样 对 挺好的 我再问一下 你在你父母六岁离婚之后 见过爸爸吗 我是在高中 高一的时候才再见到 你渴望父爱吗 不太渴望 我的母亲是不是在你面前 会说你父亲的不好 我一有什么就是 做得不好 就是 你怎么跟 是的 对 他呢 没有父亲跟他交规矩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思维是没有逻辑的 他说他不渴望父爱 不是因为 他真不渴望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 不希望自己的父母 是团结的 你无论你跟他之间 有再大的伤痕 你都不应该在孩子面前 说自他的父亲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不好的父亲 这是不对的 但是他为什么 今天什么准备都没有 唯独有那段演讲 看得自自细细 其实他内心 心目当中 渴望成为一个 那样的男人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 像李浩阳这样的男人 你就应该深刻地 去了解李浩阳的 成长历史 他也有不太好的童年 你就应该脚踏实地 他走到今天不容易 如果今天李浩阳 没有选你灭了灯 别的你选吗 还是只笨他一个人 我只笨李总 我建议你 你看这就有问题 我建议你 今天如果能拿到机会的话 先选择就业 实话讲 就是你今天 没有能力做选择 我是支持宇童回答 只选李浩阳的 是这样子 你这个过程 其实给李浩阳 传达了一个 我只去你那儿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然后李浩阳 又是吃这一套的 浩阳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跟你说 那我们就看看呗 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为浩阳灭等 恨不恨 还有一个人一定要陪绑的 对 我就要看看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谈钱不上感情 可以跟两位企业家 你可以谈价格 要谈吗 我觉得我有权利谈 但我没有资格谈 你不谈 好 行 厉害呀 兄弟 有进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想问什么 我想问一下 您希望员工 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我希望的品质 你现在大部分都没有 你说我来也没有用 而是你真的是 用心研究了宋鼠回答 还看了我们的各种东西 还有我在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演讲 而且你复述的出来 你才真的打动了我 我真的是希望 李浩阳今天灭灯 因为我想跟你告诉你 真实的职场 你的价位和你的 你的工作应该是什么 因为你有过澳洲的工作经验 然后也在DG社做过 但是如果你在我们这个行当里面 你的水平也就值5000家 但是你打动了 他的心悬的那一根 这也是非你莫属的魅力 如果说他到Supro AI 去经过人力资源那一关 他根本过不了 更不可能见到李浩阳 但是你今天登上了非你莫属 你很幸运 最后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六人游 宋鼠为爱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宋鼠为爱 谢谢你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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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